底下呢 那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说 添加一个app.js 因为正常来讲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代码 一看这就是个hello world 你知道吗 这个hello world的迹象 实在是太明显了 这里边就 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那么 在这里边 那么我们通常不会在 index.js里面 做很多的事情 就好像在java里面 我们通常除了 除了给你写演示的 那个程序 通常不会在main程序里面 大动干戈 一般启动以后 都是掉咖 就开始掉一堆 城市性的一些 这个这个代码 然后那些代码里去写东西 那main函数 会让你看起来很清爽 所以在这儿 那我们会引入一个 未来我们也会这么干 我们会引入一个新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app.js 好 app.js 出现以后呢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代码逻辑 hello world这个逻辑啊 要挪到这个 要挪到里面去 我们不在这儿再去 在index里面来做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怎么挪进去 怎么去访问呢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这么写了 那么这个地方要怎么写呢 那把这个地方要拿走 拿走的话 我们现在先写里边吧 里边这段代码 其实来讲有 跟我们原来看到的 很多东西很像了 首先我们还是要import 因为你还是要用那些东西吧 react 我们来看一下 外边这个怎么写呢 就是react ok 我看一下上边这块 我们那个习惯是怎么写的 我瞅一眼 对 我们是这么写的 ok 这个外边有两种写法 有的人是这么写 component 但我习惯于呢 就直接把这个暴露出来 不这么写 就直接react import react from 这个react react 然后呢 在他这儿呢 在他这儿呢 那么我底下呢 我开始class app 这个就叫app了 extend 那如果你上面这边没有那什么的话 这个地方就要写成react act react.component 如果你上面加了那大块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写component 都一样 无所谓 这个 呃 我是为了 因为录了相就改不了 所以我前后代码风格保持一致 呃 这个也无所谓 constructure probs super 这个是一套城市啊 然后呢 在这个底下 底下有一个render 这个就跟我们在上一次在页面里面看着这个东西有点像了吧 我们看页面里看着就是这写一class 对吧 一个class 然后在底下 这底下一个render 然后在这儿呃 react到我们点render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在webpack里再做一遍 那我在这儿runner 这个runner是啥 runner我就把这个东西摘过来好不好 反正是hello world了嘛 我就把它摘过来了 我把它摘过来放这儿 啊 不对 这个地方啊 因为这里面是个代码 叫return 还是按我们说的return一个大括号 括号是干嘛用的 想一想 记得吧 括号是 括号是为了让这个return不返回undefined 对吧 好 这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这个 return 然后div 杠div hello world 那么它返回整个 这其实就完了 然后底下在这儿的时候 那么这儿其实要 要拿到什么 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讲 在这个地方 首先你要把app.js引进来吧 你要把app.js引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import的 对 这边还没 这边要说一点 这个地方class写完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要 要export export 这个里面这语法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上面你在引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带大括号 有的时候不带 比如说这个带大括号 这个就不带 这个不带大括号 这个带 区别是啥 就是如果你这有一个 export default 比如说我们这里app 如果你有一个 export default的话 那么在前面不写大括号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这个export出来 并且它在这给了你一次 改这名字的机会 这里边 比如说它可以不叫水泡 那么出来以后 它可以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可以叫app1 import from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写 点杠 跟它同级的 对吧 app 没有点js 因为js 如果说这地方是default的话 这个地方是default 这引出来以后 input它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随便改 而且不加大括号 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说 比如它export的东西 default只能有一个 它未来还可以 在export其他的东西 比如一个函数 或者一个变量 那么它 它甚至可以这样 比如export 再加export constant 比如a等于5 这样是可以的 那么你叫接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这引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必须跟它一样 并且带在括号里面 就只能是这么写 因为你default的时候 default的缺省 只能有一个 default的时候 这是允许你改名字 而如果不是default的话 那它在往外引的时候 这个名字就必须一模一样 跟它不能变 那这个 这个我大概就说一下 那我们还是遵循它 尽量别乱改名字 这改完名字以后 这个让人看起来匪夷所思 就好像是 你起变量名字 尽量起的有点意义 虽然机器对这事无所谓 但你也不能起一个 叫ABC1234 这鬼知道它是个啥意思 好 到这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JS引过来 拿到它以后呢 那在这怎么写 其实这段相当于谁啊 这段相当于谁啊 这段相当于它 对吧 这段相当于它 对吧 你在这写了一个reactdom 看到吗 我解释一下这为什么reactdom 没了 这个reactdom里边 它report它from它的时候 reactdom是它那个default 这个render是它那个default底下 串在它底下的一个 一个变量 所以从这拿到这个render 就是它 就是它 能理解吧 刚才我说过大括号的一个用处 然后在这的话 对啊 那没事 APP 跟上面这个对比啊 就是从这过来的 你在这能这么写 然后能这么写 那到这 这么写就是对的 理解了吧 那么整个这个地方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出来这个结果 好成功了 刷一下 未来我们有热刷新啊 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 这大家看起来说 哎 这这个 这有啥意思 这个东西 是 但但是它这个东西是ok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多说一点 我们现在是hello 看到是hello的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 当这个页面最开始被刷新的时候 刚刷出来的 它在html长什么样 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 如果真正你们在 如果是在 在哪 就是 看回放的同学呢 你在这可以等个一分钟 然后等个一分钟以后呢 然后你想一下 然后你看 跟你的猜测一样不一样 这边呢 我就给直接给大家看了 这是index的html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response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你你真正第一次刷出来的html 长什么样 长这样 但是呢 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东西 现在的element它长什么样 这里边挂了东西了 进去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挂进去的 是在浏览器加载完了以后 然后开始运行点build的点bundle的点js的时候 在运行它的时候才挂进去的 理解吧 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都是在浏览器一端渲染 那么在进 在整个react的最后 我们会讲服务器一端渲染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回来还会再看这个点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服务器一端渲染的网页 它出来的时候 缺省在这个network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就是它访问index.html的时候 它就应该里边有所有的html结构 然后只顶多这个东西上来以后 开始网上绑各种各样的 这个事件 javascript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调用的react方式 它现在虽然它已经挂上了 但是它拿过来的时候 这里啥都没有 那所以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这有什么区别 我在浏览器段画 和在服务器段画好了 然后扔到浏览器段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东西叫搜索引擎吗 搜索引擎其实来讲 虽然它会运行一段javascript 但它毕竟不是浏览器 它有可能在某些时候会抓丢 你做了一个东西的话 你总希望这个 这整个的这个 搜索引擎 希望它能够去 拿到它以后 然后就能进行分析 但你搜索引擎抓到了以后 它抓到的是个index html 那么它能不能完成的运行 完全的运行 帮我把这些东西都贴到 这个相应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网格上 这个东西是打问号的 这取决于它爬虫是怎么做的 所以那么如果说 我们能够把它放在这上去 是OK的 当然这里面也 你也知道一点 就是你应该有一个 非常清晰的认识 就是在html端 在那个浏览器端的时候 它运行的时候 它最早拿到的东西 是长这样的 然后它的bundels 是长这样的 然后bundels开始运行 把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的贴到 DOM上去 OK 这点 这点有印象就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做了 这么一个改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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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